請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法令 承認日前透過公投決定加入俄羅斯的兩個烏克蘭地區 包括薩爾松和雜波羅烏為獨立的領土 為這兩個地方正式聘入俄羅斯鋪路 美國一連兩日舉行太平洋島國峰會 來自14個太平洋島國的領袖和代表出席 白宮宣布會向太平洋島國提供超過8.1億美元的額外援助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會將加強美國和太平洋島國的夥伴關係作為優先的事項 並會協助他們解決氣候危機帶來的生存威脅 有提到美國以世界的安全和太平洋島國的安全為首 德國能源監管機構聯邦網絡局長表示 過去一星期 德國家庭和小型企業的天然氣消耗量急升 遠高於往年同期的水平 呼籲民眾節約能源 否則難以避免在冬季出現天然氣短缺的情況 德國的天然氣消耗量在9月中前一直低於往年 但隨著氣溫的降低 天然氣的消耗急升 局方預計為免天然氣短缺 德國至少要折散多20%的容量 瑞典海岸警衛隊表示 在北溪2號的管道發現新的洩漏點 威知與較早前的北溪1號發現的洩漏點非常接近 海事管理局的官員說 第四處的洩漏點直徑是大約150米 洩漏的程度較之前的三處少 警衛隊的船隻要駛過現場才發現到 有專家指出 洩漏之前曾經發生過水底爆炸 不約形容這件事是蓄意 魯莽和不負責任的破壞行為 俄羅斯否認攻擊管道 又質疑爆炸是發生在美國情報部門控制的區域 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五名的前理事早前被頒布煽動刊物罪成 入獄十九個月 三冊的洋村繪本 經過法庭的裁定之後 為煽動的刊物 但事件仍然有後續 我們一起跟巴士的布的總編輯來和談談 你和你好 你好 有自稱身在海外 深系香港的教育工作者 就揚言會承傳一個童書 開放三部問題刊物的數碼版本 給公眾下載的 《洋村2.0》發文說 《洋村繪本》已經成為香港禁書 海外人士要將這段歷史宣揚不備掩蓋 相關團隊說過去一年 無意中獲得了《洋村首位者》 《洋村十二勇士》 和《洋村清道夫》的文件檔案 並翻譯了英文和國語版本 以便任何人士到網站瀏覽 下載、取用 要讓下一代了解香港發生的事 《洋村2.0》透露 團隊是沿用有關的故事 額外自行創作三冊的新故事 並在10月1日公佈 強調整項計劃的籌備和出版 都在海外進行 與香港沒有關聯 同時《洋村2.0》在眾籌平台開設了帳戶 會員分三級制 分別是《洋村村民》、《洋村守衛者》、《洋村戰士》 收費由每月最低的80元至最高的790元 捐款說將會傳數是用作海外印刷實體版的 《洋村》系列的繪本 說要給教育者和家長使用 翻查《洋村繪本案》的資料 法官郭偉健在判刑時說 涉案的繪本是以四歲或以上的兒童為目標 屬於洗腦工程 而三本的繪本都提問讀者要逃走或抗爭 若然不嘗試去抗爭將會失去一切 甚至遇害 而這樣做明顯意圖是引起讀者心中的憎恨和恐懼 國官質疑 還被告未有在繪本誠實地記錄事件真相 又反問繪本為何未提及到故事中的牧羊人的離開 是因為他無權管理 而狼只是取回屬於自己的事 還被告缺乏這個描述是為了引起讀者心中的憎恨 有法律界人士就說從國官的判詞可以看到 法庭就已經確立了楊川繪本是煽動刊物 畫下了清晰的紅線 按照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二款 任何人無法辯解而管有煽動刊物是屬於犯罪的 而第一次的定罪可判處第一級罰款和監禁一年 下載也可能被視為管有煽動刊物 而按照刑事罪行條例第十一施條 發佈煽動刊物即屬家犯罪 第一次的定罪可監禁兩年 網上分享繪本的連結 也有可能觸犯發佈煽動刊物罪扶上刑責 謝謝李彤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一個展覽致時表示 國興連同重陽節的假期 政府將會發新一期的消費券 希望有助拉動經濟 陳茂波也提到 疫情持續 為餐飲業帶來不少打擊 呼籲各界齊心做好防疫 盡快接種新冠疫苗 為福祥買出重要的一步 陳青霞指出 新的政策毫無疑問為香港經濟的疫苗 引估加密往返香港的班次 香港全面復甦 指日可待 有私家醫生涉嫌濫發俗稱的免針子 醫學豁免證明書 醫務衛生局表示 市民如果持有相關的免針子 可以按需要諮詢其他醫生 確定是否適合接種新冠疫苗 還是繼續獲得醫學豁免 有關的市民除了可以自行安排 諮詢其他私家醫生之外 也可以選擇到訪任何醫院管理局 核下普通科門診的診所 由公營醫療機構的醫生 按病人的臨床身體狀況 確定是否可以繼續獲得醫學豁免 醫健通系統已經記錄有關市民 在先前獲得醫生發出的豁免證明書 公營醫療系統醫生 在為市民評估時也有權參與 社會福利署署長李佩斯表示 清楚也明白社會近年 對諾同居若疑事件感到憤慨 指正嚴肅跟進諾同居的服務重整計劃 以及留宿幼兒的情況 李佩斯表示 自4月起社會福利署已經加強 巡查全港的兒童住宿服務 包括在社會福利署幼兒督道組 加入由護士擔任的保健衛生督察 也邀請曾經是執法機構工作的人士 加入該督道組 每年至少會突擊巡查6次 也會抽查閉路電視的片段 也要求院舍翻查片段 社署巡查時也會覆核有關記錄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出席一個大專院校活動致詞時說 國旗和國徽是國家的標誌 也是國家和國家主權的象徵 教育工作者是有責任令青少年認識 和了解國旗和國徽的歷史和意義 2019年8月11日 全港多區有示威衝突 大批人士在港鐵的太古站外集結 參藍否認非法集結罪 經過審訊之後 其中兩人今天在 今天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 罪名成立 需要還押去到10月14日判刑 以待索取背景報告和勞教中心的報告 如下一人則獲得裁定脫罪 每日的焦點新聞說到這裡